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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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周末又到了 周末的生活总是那么的让人向往 对于有两个小孩子的母亲 的我也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日子 那么在每一两个月之前 我大概就会把 这一两个月的周末生活 都提前的计划好 比如说去State Park 去露营啊 去哪儿钓鱼啊 去Airbnb上面租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啊 因为春天是露营最好的季节 因为很快德州到了夏季的酷暑 这个如果不开一个带空调的RV车的话 这个帐篷也好 或者是这种睡在外面呢 可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所以春光明媚这时候的温度是非常适合露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是积累了很多户外生活的经验 很多的数据也显示 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 在树林里 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 实际上是对身心健康非常有益的事情 所以我就借着周末带着孩子玩 同时对自己也是一次放松身心之旅 我和孩子们一起来享受生活 而不是像有些父母陪着孩子做那些 孩子喜欢大人完全不喜欢的事情 那么自己真的是跟着那种煎熬的感觉 所以呢 这是我做母亲的一点心得 跟着孩子一起玩 做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事情 甚至自私一点说 安排一些我自己本身也很感兴趣的事情 这样呢 第一 全家人都享受一个旅程 第二呢 就像我的父亲当年带着我出门 运动 做那些户外的事情也好 这就是父亲的爱好影响了孩子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孩子的人 他们本身就是在童年的经验当中 跟随着父母变成了将来的他们 那我父亲也很喜欢种东西 尽管我们生活在城市里 就算是公寓楼后面的一小片空地 父亲小的时候也会种上毛豆啊 扁豆啊 很多的蔬菜 然后一年四季春耕 夏天就可以有一些收获了 秋天更是可以挖很多的土豆在地里 哎呀 真是觉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现在这么喜欢原意 这真的是父亲和家人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感染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候 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呢 其实疫情当下 我们已经被置雇了两年多的时间 很多人在这期间都会发生一些心理问题 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 不能去健身房 不敢聚会 不敢去教堂 很多的这个平常的生活节奏 生活方式被打乱 所以疫情虽然现在已经大大减少 我也非常高兴的听到学校下周 就要取消口罩令了 这个心里是五味杂陈 又高兴好像我们疫情到了一个里程碑 大家在大部分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担心 这口罩就这么摘下去了 万一病毒又变异 或者情况更严重了 是又会不会又有什么样的风险 可是呢就是这样 你要担忧未来的事情 会永远不停的担忧 所以没有 唯有过好每一个今天 计划好每一个周末 让我们每一个一天的生活 都不需此行 心情愉快 晒晒太阳 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 我想这才是现在生活的王道 我不知道大家出门旅行 有没有在Airbnb上面 去租这种这个房子 我最近非常喜欢用Airbnb 像德州呢 这种这个周末 我就在Airbnb上面租了个小房子 因为我想要去的那个state park呢 已经爆满了 所有的camping spot 就是露营的地点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在附近去搜索一些小房子 这个Airbnb上面的一些私宅 我目前在德州 包括其他的州 美国境内已经住过很多次Airbnb 我觉得要比酒店好很多 第一呢 它大多数的房子都有简单的厨房 有的还有一应俱全的厨房 像上一个Christmas的那个假期 我们去Louisiana 那个房子连烤盘各种啊 这个烘培的东西全都一应俱全 那真的是像家一样 所以你整个假期住起来就很舒服 不但可以做饭 还可以烤蛋糕啊 烤点心啊 跟孩子们享受 就像在家一样的生活 这就是酒店所不能给你的 第二呢 这个Airbnb上的房子 它是各具特色 你是想租一个山上的小房 还是你想租一个后院 就是对着海 对着河可以钓鱼的水边的房子 都可以满足 然后相对呢 它更加有private 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的邻居 像那种酒店啊 或者是公寓房 你会担心吵扰到别人 你可能是一个独家的小院 自己的房子 就像家一样 可以体验一下农庄的生活 也可以体验一下 整个一望无际的后院的无敌风景 这就是我觉得Airbnb之所以能够上市 以及在全球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那么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呢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心动啊 甚至也在动一个这样的脑筋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在Airbnb上面 非常出名的一个房主 她的名字叫做Christie Wolf 这个Wolf可不是狼那个名字 Wolf的last name 妹子呢一头长发啊 几乎是个白人女孩 过去十年在Airbnb上面 她创在了平台上最火 最独特的出租房 其中包括夏威夷的树屋 华盛顿的霍比特人小屋 森林中央的瞭望台 以及位于爱德河州的土豆旅馆 这个照片啊 如果你能够看到 你就会看到那个土豆旅馆 真是一大土豆 住在里面 哎呀这是多么的有这种 这种奇特的风情 像我们住了很多次Airbnb 你各种各样的房子 但是你也没有住过 这么奇特的地方 而且尤其是对于 我们这种带着小小孩的父母亲啊 那个孩子去到这种不一样的地方 就跟你平时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都会非常的兴奋 哇就是这个样子 住在土豆里边是什么感觉呢 住在树屋上 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而我呢带着两个 一个五岁一个六岁的孩子 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 最大的改变就是 我觉得我的身心都恢复年轻了 最近朋友们就有讲 包括我出去 都说看你确实不像这个年龄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当然属于这个高龄产妇了 所以孩子年纪比较小 但是我会跟着孩子一起 用一颗童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去体会所有的这些 哇的这种感觉 甚至我小的时候 没有机会去体验的这些 不能够说是adventure 叫做什么呢 探险 但是我可以现在带着孩子 一起去再次感受 重新去看世界的这种兴奋 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种 充满童话风格的树屋 这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突然之间就跟孩子一样 充满了好奇心 要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不同和美好 那么下一次 我也想去住一住 这个Christie Wolfe的这些奇特的 充满奇幻的这些 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小房子 在这个Airbnb的圈子当中 Christie可以说是 业界的一个传奇 因为她的创意独特 更觉得是 她能够从零到有 去搭建一切的 创造的能力 甚至建筑的能力 这真的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通常呢 她还能够用很少的成本 就去搭建出这个房子 而且不能说用简陋 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房子要用奇特 魔幻两个字来形容 所以这就是一个创意的价值 就像现在我教孩子画画 孩子去学画画 我是不愿意让他们去那种 教你一些技术 画工的地方去学的 因为我不希望 他们被早期的教育 置顾了他们的创意和幻想能力 因为这些东西是创造 所有艺术也好 创造一切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经常是 这个画画得很像 你去形容孩子 这个瓶子画得很像 这个蛋糕画出来跟真的一样 我们觉得经常这是夸赞 其实呢 对于艺术来讲 我们干嘛要当一个 画工画得那么像呢 我们用照片 或者是电脑技术 已经可以还原 甚至是比原物更漂亮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画师呢 所以这个画也不一定会很值钱 反而那些有创意的 不管是现代艺术作品 还是古典艺术作品 属于你独特风格的 只有这种画作 才能够流芳百世 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所以对于建造房子的 这件事情上 如果想让它奇特到 这个像这个Christie 这个样子 那一定是充满了创意 和你的独特想法 尽管这些建材 可能非常的廉价 可是这份创意 是无价的 那么大多数 他名下的出租屋 他都能够自己动手搭建 这个经常还在这种 非常偏僻的地方 而唯一的帮手 是他70岁的老母亲 不到十年前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Christie的经历 人生经历 他还是一个工厂 打工的小妹 打着零工赚着非常微薄的工资 现在呢 他坐着收租 年收入能够达到数十万美元 曾经是一个土豆厂 坐着最脏最累活的 一个普通的打工妹 究竟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变成了一个地主 而且坐拥Airbnb上面 最有影响力的出租人呢 他呢 Christie出生于爱德河州的 东南部的一个马铃薯之乡 一个小地方 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高中老师 工作非常努力 但是因为家里生了五个孩子 经济一直是非常的紧张 有时候我们一直说苦难是黄金 在Christie的生活经历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那么如何让 这个五个孩子 再加上两个大人 一家七口 能够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舒服的生活 这件事情一直是 Christie妈妈身上 艰巨的一个任务 她的妈妈 Christie说 真的是她最钦佩的人 她真的会使出 洪荒之力 把我们一大家子七口人 塞进一个 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 奇妙的小房子里 当时想想看 没有互联网 也没有建材超市 这妈妈真的太厉害了 她就是一边做一边学 于是Christie小的时候 很多时光 就是在修整地下室 跟着妈妈拿个刷子 一起刷墙 设计房间当中度过的 从高中辍学之后 Christie开过服装店 在垃圾回收厂 分拣过塑料垃圾 最后终于在一家土豆工厂 打到了一份 所谓稍微稳定的工作 当时她被去安排 去卸满市污泥的这些 带着泥的脏土豆 这是工厂里最被人嫌弃的 脏活泪活 但是Christie却安静地 在工作当中 体会到了内心的平静 有时候她在想 就这么简简单单过一辈子 感觉也不错 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 Christie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 说小屋运动正在崛起 越来越多的极简人士 选择住进他们自己创造的 不到37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Christie立刻动心了 她拿出在工厂打工赚的 所有的钱的这些积蓄 花3000美元 买下一辆二手拖车 然后在分类广告网站上 花5000美元 买下郊区一个 四分之三英亩的土地 这地也不大 之后的一个月 她和妈妈 就在这块小地上 悄悄打打 一点一点 搭起了属于 他们自己的小木屋 小屋只有9平方米 总共花费 才花了3000美元 要知道 没有labor fee 全是女孩跟妈妈 两个人一手搭建的 基本上呢 就是个有个轮子的棚屋 但是能过极简生活 她就很满足了 一开始 她搭这个房子 是想自己住的 原本呢 就是想 这个像小时候一样 我们又住上了 干干净净自己建造的小屋 但是建完之后 她突然有了灵感 为什么我不再去建一个呢 然后把这个去租出去呢 于是在2013年 Christy在网上搜索便宜地块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 在夏威夷 这个大岛 有一块 half英亩的土地 代售 她从来没去过夏威夷 但是她知道啊 这个夏威夷 可是一个旅游热门的景点 虽然这个地块有点偏僻 但是她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有商机啊 卖家要8000美元 可是呢 Christy当时没有那么多现金 最后两个人协商 先付1000美元的定金 然后每个月分期付200美元 没有利息 就算谈成了 买下土地之后 她打包了一小包工具 然后就跟妈妈一起登上了 前往夏威夷的飞机 到了那儿是什么情况呢 想要继续收听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在这个周末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 Airbnb上面的知名房主 Christy Wolf 她呢是以拥有着几处 非常极具创意的 Airbnb上的出租房而著名 她的小Treehouse 那个小树屋 土豆房子 还有这个爱比特人的村庄 等等这些事情 都是非常知名 而且她的房子 这个热销啊 热租到 你租都租不到 一房难求 经常都是排一年多 两年之后这个样子 那么她的开始 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刚才说过了 她已经建了自己 第一个极简化的小屋子 后来她又在夏威夷 看上一小块地 买了一小块地 于是打包了工具 和妈妈前往夏威夷 到了那儿 她才发现情况 远不像原来想象的 那么乐观 在那块土地上 杂草重生 到处是积水 还散落着很多 生锈的废弃汽车 于是Christy 请了一个人来清理道路 然后自己买了一把电锯 花了几天的时间 清空了地块 她没有设计图 也没有建筑师 但是她就用一张纸巾 画出了自己脑海中的树屋 为了省钱 她把竹席贴在交合板外 作为外墙 自己用木板和硬纸管 搭建了床架 用花盆箱来矿圆形的窗户 用二手的泵床 改造出一个室外的吊床 这个小房子建好了 很有点像我们华人 中国的这个 逮家的那种 竹房子一样的树屋 这个竹席啊 这个贴在墙上 非常有感觉 而且大家去过夏威夷 人都知道 那夏威夷那地方 真是得天独厚 四季如春啊 所以这个小房子 如果你弄在一个 什么冬天冷 夏天热的地方 就会很受不了 可是夏威夷这种 得天独厚的气温 常年在这个 二十七八到三十多 摄氏度的气温 那你就是真的 住在室外都没有问题 只要呢 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防止蚊虫就OK了 所以这个小树屋呢 是完全可以舒适的生活的 他和妈妈一起呢 就靠着仅有的一些 手工的工具 和几个二十七美元的 锦绳器 在两个月内 搭建出了一个 二十一平方米的树屋结构 哎呀 看上去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而且那个窗户是落地的 这个在这个树林里 阳光下 而且夏威夷 你知道岛上啊 那种自然风光 非常的美啊 看日出 看日落 他把这个树屋架的 又比较高 所以呢 就是这个自然风光 你远眺 就可以转足了眼球 这样的一个小房子 它的魅力不在于室内 你想像我们旅游的人 家都可是 极尽舒适之能事 我们到外面有时候 就是要体验一下 这个不同的生活 甚至是有一点点天然的 这种简陋的生活 但是无敌的自然风光 和海风的气息 就可以弥补一切 而且他们用创意啊 屋子虽然建造便宜 但是非常有taste 有他们的风格 那么整个这个小树屋呢 只花了一万一千美元 这是Christy的全部身家 都搭进去了 其中花费最多的是 搭建小屋的离网系统 太阳能逆变器 雨水收集系统 以及电池供电的 这个丙丸热水器 哇 这个从无到有啊 这个地块上没有电 没有水 有时候经常对买来 买家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一套东西 能够手工建造出来 这闺女不是一般的人啊 所以我们想要去copy的时候 也得掂量掂量自己 几把刷子 没有Christy这个本事 你想建造这个屋子 也建造不出来 成本也一定会更高 其中花费最多的是 搭建这个小屋的 这一套系统 所以有了这一套系统 小屋就可以正常的 有电 有水 能够去正常的生活了 最后的小屋建好了 哇 就在树林丛中啊 架起了一个 有着温暖阳光的 这个像世外桃源的 一个美丽的地方 然后用白色的沙曼 和这种极简质的 亚麻白色的床单 创造出了一个绝美的艺术氛围 灯呢也是那种非常古朴的 像竹子的一样的几个吊筒 吊竹筒的这个灯一样 非常有艺术的氛围和这个感觉 然后道路呢清干净之后 也是绿油油的一片天然的草坪和树木 这就是绝美的一个 夏威夷的自然风光 他们的辛苦很快得到了回报 2014年 Christy把他的树屋在LBNB上面出租 房价定为250美元每晚上 因为外形新奇 再加上当时有小屋网红 偶然的一个推广 树屋的预定很快就爆满了 只运行了100天 Christy就把全部的投资都收回来了 我本来可以在那里打出 躺着收租就好了 但是Christy说 这个创造的过程让他无比的享受 现在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于是建完了夏威夷的树屋之后 Christy对投资有了不同的理解 他认为去旅游热门景点地区建房子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 因为那些地方的土地更贵 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于是他专注瞄准了一些偏远地区 他决定要建出超级酷的房子 酷到人们会专门为了这个房子 而来到这个地方去旅游 让房子本身成为旅行目的地 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的酷 因为有机会我曾经出差到这个爱荷华州 什么这些美国中部的州 那个地方真的是你几乎见不到什么外地人 大部分的城市生活旅游的人 都在美国的东西海岸 美国中部地区经常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值得千里迢迢去一趟 所以那边的地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但是这个姑娘本身就是从这个爱荷华州长大的人 所以呢 他会对中部的地区也非常的熟悉 于是呢 2015年他又到处去找房子 他看中了华盛顿州的这个奥隆多 一块五英亩的一个便宜的地块 卖家要价18000美元 只需要付20%的定金 剩下的钱的三年内父亲 这块地位于山区 周围就是连绵起伏的绿色山丘 就像托尔金书中的景色一样的美 于是Christy决定要建一个霍比特人的房子 动手之前 他先去仔细研究了一番霍比特人 重读了魔戒这本书 并且去霍比特人爱好者论坛 核实了一些生活的细节 他脑补住在这的是一个霍比特的木匠 希望以他的视角去建造出一个 尽可能精确的霍比特人的住宅 可别提啊 这姑娘行动能力 创造能力 准备工作都是一级棒 立马就自己在一篇纸上 就一番蓝图就出现了 为了更符合援助 他决定让房子大半部分都建在地下 为了实现这个挑战 他还租来挖土机 把山坡上挖了个洞 看着一个长发的年轻姑娘 哇 开着推土机 真是太酷了 我真的是也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然后呢 他用处理过的木材和交合板 搭建房屋的结构 装上铁皮屋顶和吸湿的绝缘材料 为了保护他不受水的侵袭 为了节约预算 他也是各种DIY 用柳枝自己做灯 用一条灯链 一根管子和一个壁挂式水箱 自制了一个拉链式的马桶 用10美元买了个二手窗户 为了符合霍比特木匠的生活环境 他还做了一个木匠的工作台 哎呀 小巧精致 真的非常可爱 用巨大的旧的电缆盘 打造了一个圆形的门 用内凹的一个逼针的手法 还原了霍比特窗 圆形的窗户 外面就是无敌的山上的美景 在这看着日出和日落 立马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景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 天天生活在那身边无风景 这卖地的人 不知道他家的这个地是多美 可是城市生活的人 以及出去旅游的人 对我们来讲 这就是一个绝美的风景 很快 这种跟夏威夷树屋一样 霍比特人小屋也配备了一个3000瓦的太阳能力变器 和一个2000加仑的水箱 感受一下内部的环境 哇 太有风格了 原木搭建的这个Fireplace 圆拱形的窗户和门 还有这个原木的各种桌子椅子 非常之可爱 也非常有大自然的风情 太有情调了 这个小屋一上架就又火了Airbnb了 成了全世界无数霍比特人爱好者的旅行目的地 现在这小屋住一晚上要400美元 而且要等430天才能住得到 太成功了这妹子 之后又开发了水晶风的撂望台小屋 这个霍比特人小屋完工后不久 Christy又在爱达河州发现一个老式的火灾撂望台 撂望台的这个建筑家土地一共要6.7万美元 这是Christy以往投资的三倍 但是他还是咬咬牙买下了 人家现在有好几个聚火的出租屋 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 他每月支付1100美元 分5年付清 利息是6% 这个跳望台以前是观测森林火灾用的 大多建在联邦土地上 这一座很特别 业主1983年以1美元的价格从一对老夫妻那买下他 把他运到自己的私人地块上 所以才能交易 可能是被废弃太久了 所以撂望台上都是刚去的时候惨不忍睹 又是老鼠 整个屋子也是年久世修 破破烂烂 但是Christy是什么人 他真的是有一双神仙之手 经他修修整整拉上一个旧火炉 真的是很快就修整成一个非常漂亮的 漆上红色的一个美丽的高空 瞭望台小屋 无敌的四周森林的美景 书屋外面还有厕所 真的是还有椅子 这里生活简直就像梦幻般 很多人所需要的地方 尽管瞭望台的房价是200美元一晚 位置偏僻 客人需要开车 很多凹凸不平的路 才能爬上这个车道到达这里 手机没信号 水和电也是有限的 这个煮饭要用野营炉子 柴火都要自己砍 但这正是很多人所需要的 一个远离人群的 一个不一样的平静的室外桃源 所以这个红色的瞭望台 也是火呀 这妹子没有不火的房子 羡慕吧 最后还造了一个土豆旅馆 那就是她把最初打工的土豆工厂的 一个废弃大土豆买来了 拉到一个地方一放 就改造成一间可爱的土豆小房子 所以这个不要再说 为什么我们生活窘困 有能力的人 永远能够创造人间的奇迹 好了 这个周末 你想去哪儿去住一个特别的房子了吗 希望你也能够体验一下 充满奇特的不一样的生活之旅 好的朋友们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生活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